四大副国级高官被赶下十九大主席台,引外界关注。 中共十九大召开,坐在主席台上, 尤其是主席台第一排的是中共政权最高权力阶层的代表。 在习王五年打虎后,十八大时坐上主席台的江派大眼中, 回梁玉、王岳泉、刘奇、王兆国等被赶下了十九大的主席台。 这四人在中共十七大、十八大都曾坐在主席台第一排。 外界关注,这四人是否是即将落马的老虎? 香港《争鸣》杂志九月号披露了王岐山, 曾在今年北戴河会议期间约谈了多批中共离退休国家级、 副国级高官,其中就有回梁玉、刘奇、王兆国等人。 报道表示,2017年8月2日, 王岐山在西山约见了前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贾庆林。 3日和4日,又先后约谈了前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以及三名前政治局委员、前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 前副总理回梁玉和前北京市委书记刘奇等人。 此前,习近平把反腐无禁区解释为不能因为人已退休救即往不救。 回梁玉曾任两届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民政部是其分管部门之一。 福利彩票百亿人民币案已令民政部正,副部长丢官落马。 回梁玉所在的江苏官场更现他方式腐败, 回梁玉主政江苏的三年,仅首长工程就耗资150多亿元。 据称,遭在2004年游湖、温先起的反腐风暴中, 曾经批示要严肃处理回梁玉,终不得下手, 原因就是他的后台太硬,回真正的政治后台是江泽民, 回梁玉的女儿嫁给了江的儿子。 北京政界人士曾告诉明镜邮报, 中纪委已经掌握回梁玉大量涉嫌贪腐材料, 他已经时日无多。 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奇, 早在2016年11月初, 美国之音曾援引一位北京资深媒体人透露, 刘奇被双规的消息已经在北京圈子里流传。 刘奇当年主长北京时的几名重要手下也相继出世, 或落马,或被贬值。 近期,刘奇家族丑闻开始被大量曝光。 中共北京市委前副书记吕希文落马后, 为求立功减刑,减举了刘奇在土地开发中谋利140多亿。 原新疆一把手王岳全通过八街江泽民, 而在1995年出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 以铁腕手段治疆十多年, 被指示新疆乱奖的制造者。 新疆发生7.5事件第二年的2010年4月24日, 王岳全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 海外民主人士郭宝胜曾披露说, 因为王岳全一家在新疆一手遮天, 新疆的石油、矿泉水好多资源都是被他们家族霸占。 新疆一度被认为是周永康的地盘, 中共十八大前的地方党代会上, 周永康全票当选新疆中共十八大代表, 被认为说明了这一点。 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从地方企业, 连跳舞级到中央。 有媒体爆料, 王兆国的儿子王新疆靠人脉关系霸占亚洲第一铁矿敛财, 把唐山乃至河北变成自己攫取财富的游乐场。 王新疆为了霸占数万亩土地下的二十亿吨价值高达近万亿人民币铁矿资源, 不惜动用武警,公安为其充当打手。 王新疆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儿子周斌有牵连, 涉嫌掏空香港四间上市公司200多亿港币资产。